生命纪第21章 在耶和华你的神赐给你座产业的地上 如果发现有被杀的人倒卧在田野 又不知道是谁杀死他的 这样你的长老和审判官就要出去 量一下从被杀的人那里到四周城市的距离 看看哪一座城离那被杀的人最近 那城的长老就要从牛群中取一只母牛犊 就是还没有耕过地 没有富过厄的 那城的长老要把母牛犊牵下去 到一个有活水长流的山谷 就是未曾耕种过 未曾洒过种的地方 在那里要打折母牛犊的景象 立位支派的祭司的子孙要上前来 因为耶和华你的神拣选了他们 侍奉他 奉耶和华的名祝福 一切争颂和一切殴打的事 都要凭他们的话决定 那城所有的长老 就是离那被杀的人最近的 都要在山谷中 在被折断景象的母牛犊以上洗手 他们要声明说 我们的手未曾流过这人的血 我们的眼也未曾看见这事 耶和华 求你赦免你的子民以色列 就是你救赎的 不要使留无辜人的血的罪 归在你的子民以色列中间 这样他们留人血的罪 就得到赦免了 如果你行耶和华 看为正的事 就可以从你中间 除掉留无辜人的血的罪了 你出去和仇敌作战的时候 耶和华你的神 把他们交在你手里 你就把他们掳了去 如果你在被掳的人中 看见了容貌美好的女子 就恋慕她 要娶她做妻子 那么你可以把她带进你的家里 她要剃头休假 脱去被掳时所穿的衣服 住在你家里 为自己的父母哀哭一个月 然后你才可以亲近她 你做她的丈夫 她做你的妻子 如果将来你不喜欢她 就要让她随意离去 绝不可为了钱把她出卖 也不可以她为奴 因为你已经侮辱了她 如果人有两个妻子 一个是她喜爱的 一个是她不喜爱的 两个都给她生了儿子 但长子是她不喜爱的妻子生的 到了她把所有的产业 分给儿子承受的日子 她不可把她喜爱的 妻子的儿子立为长子 排在她不喜爱的 妻子的儿子以上 她才是长子 却要承认她不喜爱的 妻子的儿子为长子 把所有的产业分两份给她 因为这儿子是她强壮 有力的时候所生的投生子 长子的权利本是属于她的 如果人有忤逆倔强的儿子 不听从父母的话 父母管教他以后 他还是不听从 他的父母就要捉住他 把他带到当地的城门 去见本城的长老 对本城的长老说 我们这个儿子忤逆倔强 不听从我们的话 是个贪食好酒的人 全城的人就要用石头打死他 这样你就把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 以色列众人听见了就都惧怕 如果人犯了该死的罪 被处死以后 你就把他挂在木头上 他的尸体不可留在树上过夜 必须在当日把他埋葬 因为被挂在木头上的是受神咒诅的 这样你就不至于玷污耶和华 你的神赐给你做产业的地了 你怎么发生的